为了让生活经济辛苦的学童也有机会可以外出游玩快乐一下 花莲家福中心特别举办围棋三天两夜的深处呼吸 那些森林和伙伴们交汇的勇气暑期夏令营 35位国小学生在9位志工带领之下 在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红青山庄等地方展开一系列森林冒险 体验难得的暑期快乐时光 在炎热的夏天早在清凉的溪水 迎接暑假也给生活和经济较弱式孩童有外出游玩的机会 花莲家福中心7月12日至14日 举办三天两夜的森林呼吸 那些森林和伙伴们交汇的勇气夏令营 35名国小生在9名学生志工带领下 展开一系列森林冒险 花莲家福中心在地生根57年 我们陪伴1万2千多女的孩子自力成长 我们会以每个家庭每个孩子不同的需求 提供多元的辅导服务 那在今年夏天我们办理了3天的夏令营活动 带我们的孩子去清净大自然 那也期待孩子从营队当中学习如何与人合作 然后学习对建构自我的信心 然后独立生活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在每一年的营队 我们除了跟大分孕校合作之外 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自己帮助的大孩子 大分身的孩子一起回来 然后让我们的大孩子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一起留下 为夏天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除了白天在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红青山庄 青阳农场等地 也安排寻找夏夜精灵夜间观察活动 结合花林林管处 慈禧大学 附建系 及花林县水产培育所等资源协助 增加活动多元性 且搬拉近学童距离 感受着森林环境 没有科业经济压力 认识花林自然生态同时 也快乐度过暑假时光 记者长帮映 花林市报导 麻烦 请说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